欢迎老魏 是同事是吧 小片里也说了 是的 我们是同事 同事怎么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也是比较巧吧 就是刚好的话 他是坐在我的那个后面 然后他就约我出去看电影 就这样一来二晚的 双方都有好感嘛 那变成了男女朋友之后 还在同一间公司吗 现在还在 那应该没什么呀 天天都见面 上班是有天天见是没错 但是发消息什么 他也不太愿意回我嘛 然后总是在我面前 提起他的就是前任嘛 什么情况下都会提前任啊 就比如我们同事结婚嘛 参加完婚礼以后啊 旁边就有一个 就景色挺好的公园嘛 然后就大家一起去那里 就拍拍照啊 然后散散心啊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说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 那我不就顺着问下去 我说你跟谁来过啊 前任 我就随口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到过这里啊 然后你就带着 质疑的语气来问我说 又是跟哪个小妹妹过来了啊 我就如实回答你的呗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在想她呢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一年多了 都没有联系过 我怎么可能还会去想她呢 我随便问一句啊 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 有前任吗 有 如果有一次你跟她一起出去玩 去的是一个她没去过 但是那个地方风景特别好 恰恰是你跟你前任去的 现在我问你 哎呀这个地方不错 你会怎么说 我说以前跟朋友一起来过 跟哪个小帅哥一起来的呀 我肯定会说 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那你肯定知道 你看 我要是都是说 我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肯定打不出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至少女生还要吃男生的醋 这是一个点 但是咱们吃醋可以 别把这个事放大了 放大有点累了 没别的事吧 过年的时候嘛 然后她不是回家了 那我也回我老家嘛 没有在一起 肯定说只能通过微信呢 回信我们的感情嘛 发个消息 她就老是不回你 我确实回老家 是有很多事情的 一年才回去一次 过年的时候 我们村里也有习俗 要走亲戚 整天都是很忙的 没有时间限量 而且农村里 那个网络也不太好 就是反正要找借口 满世界都是借口 你想她吗 你回家的时候 想 那每天打电话吗 那倒是没的 那你想她 你怎么表达你想她呢 就每天忙完之后 11点钟 突然想给她发个微信 但是就觉得 她已经睡了 那我后面我还特意 一个星期没有联系你 那你自己还不是 还是一个星期 整整一个星期 你都没有联系我呢 你就那么忙吗 她不回我消息 那我就只能看到了朋友圈 对吧 就是在什么 KTV啊 酒吧啊 然后再跟她朋友 各种地方在那潇洒 你说你不回我消息 我又看你的朋友圈 在哪里哪里玩 你说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在家里那段时间 同学啊 就朋友啊 这些聚会 就肯定是在外面玩嘛 你还回去一次 对吗 这不很正常吗 我聚会没有像你这样子的 如果说那我回个消息 时间都没有的 在一起聚会 大家谁会玩手机 都不准玩手机的 我问你啊 回家到底是因为朋友聚会多 走亲戚 网络不好 到底是哪个原因 让你不给她回微信 你给一个真实原因 就是没时间去聊天 没有时间去聊天 你就是不想 在那个时间段 跟她聊天 是这意思吧 没有 跟所有人都一样 我都没看手机 好吧 除了她不积极地 回你微信之外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对你好吗 她对我就是 友好的吧 就有一次我生病嘛 然后她就知道了 然后就来我家 照顾我 要给我做饭 她就不是喜欢去逛街嘛 女孩子 就一逛就几个小时 然后就走得 脚特别酸 特别累 然后她就会蹲下来 给你按摩按摩脚 日常生活对你挺好的 是吧 但是她就是不找我呀 就每一个周一的时候啊 就休息嘛 然后总是我先去找她的 我一个星期上六天班 每天晚上十一要点钟下班 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我不去睡觉 还出去玩 累不累啊 那这样时候呢 就不要谈恋爱了不 谈 假时候谈 等以后有时间的谈呗 感觉她永远都没有时间 确实是因为工作嘛 你也知道的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能够抽出时间来 就是 就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玩的时候玩 能够这么合理的分配 她为什么就不能呢 一直是这个状态啊 是的 那平常你自己要会出去玩吗 不会啊 我出去玩 我都会待上她的 那你怎么说她爱玩呢 就是她回家的时候都在玩嘛 然后又没有时间回来嘛 你回家的时候不就春节 那么一段假期嘛 平常我指的是日常姑娘 我的天哪 平常的时候她也是的 就是别人找她就出去玩她 反正不管多晚啊 不管多远啊 她都会去的 然后又拖上我一去 我就不去的话 她就不开心嘛 哦 所以你指的她爱玩 不是不带你玩 是也要带你玩 但是你不愿意去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我们到现在谈了 差不多一年了 我问问男生啊 就这个女生在你心里面 她是个什么人 就我的另一半 你在乎她的感受吗 在乎 那你知道她今天在抱怨什么吗 抱怨 就是我可能 就我对你的心意 可能就是表达得不够成熟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她也很爱玩游戏 喜欢加微信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加了游戏好友了 为什么还要加微信呢 加个微信方便 一起上游戏嘛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你给人家发红包 还发520 那段时间刚好 微信里面就五六块钱了 如果发个一块两块 别人又觉得你太小气 别人也是发个祝福语啊 什么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啊 这些什么的 然后我就发一个 我觉得520有个特殊意义 然后也不显得 你这个人就特别小气 就刚好也没想这么多 三块四块不能发呀 那四块还四级报财呢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做到了 这个是我做错的 他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们出去玩 然后有碰到一个同事嘛 就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就他看到人家 马上就把我手松开了 那什么意思嘛 这个不是我们前面就商量好的 当时在一起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 就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包括我们领导 就是也领导开会也讲过 就是说不要在内部 就是谈恋爱 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说 怕影响升职 我们就是说把我们的恋情不公开 那一天刚好遇到 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 那我就松开手呗 那你特别自豪地跟我说 这是男人最漂亮的女同事 你想我怎么想呢 也没有很自豪啊 我就简单 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同事人称就最美之缘啊 我觉得就是有点嫌弃我 所以你今天来要干嘛呢 我就是特别迷茫嘛 就不知道这段感情 就是有没有必要走下去嘛 因为本来 所以你想象的恋爱 应该是什么样的 特别在乎你啊 就是包括说 不会刻意在你面前 去提起前任啊 做一些没有边界感的 就是去加那种什么 游戏里面的好友啊 因为微信是个私密的东西嘛 还有他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吧 酒吧这些地方嘛 就几乎每一次去 都他自己 他买单的 他特大烦 只是那一段时间 过春节回家嘛 就花了点钱 那不很正常吗 我毕业半年赚了点钱 出来花一花是吧 就今年回来我就打算了 就有打算好好规划了 那你说过年的时候 你花点钱 那我还可以理解了 但是你隔生日 你不是又出去又玩啊什么的 一花又大几千就没了啊 我跟我哥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没钱 他经常给我钱 对不对 我现在有钱了 我给他过个生日 这不很正常吗 你就是偏心 你怎么没有花大几千 给我过个生日呢 你过生日是 我们刚毕业没多久 没多少钱 就简单过了一下呗 你看我每次说他 他就是一年的无辜 好像我在无力取了 那倒没有 我反正站在这儿 特别尴尬啊 大概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应该不叫恋爱关系 或者不是一个很良好的恋爱关系 我只能说我所见啊 我眼所见是一个女生 跟一个男生说 求求你爱爱我吧 其他的我也没看见 我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 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微信不回 刚才赵川老师说 有四个可能性 要么是走亲起来 要么没有网了什么的 其实是第五种 你想不起来他 你追他的时候 不是给他发微信 约他去看电影的吗 但是追到时候以后 为什么就不回微信 没有时间了呢 因为你想不起来 热恋当中的人 我们讲什么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他说他七天都没给你发微信 好几十年过去了 你都不想他 这就不是一个热恋当中的一个状态 经常去KTV呀 酒吧呀 经常去玩 二十四岁的男生 他还没有收心 没有定性 在他的思想当中 他刚才谈恋爱 他都会可以说 我等以后有时间 我再谈呗 结婚这个事 根本就没有提上日程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 真要嫁给他的话 第一思考 他值不值得等 第二你愿不愿意等 这是男生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说你错 我只是说 这是你的一个状态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我整个听你们两个对话 爱情当中的这个男孩 一潭死水一样 无论你怎么往里丢石头 都激不起他的波澜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嫌弃你 你总说他嫌你这个 嫌你那个 不是 是因为 你们俩就看了一场电影 他就把你追到手了 太容易了得到的 不珍惜 反正我就一追就来了 我也不用太管他 反正就放那边 他还天天追着我 撵在我屁股后边跟着跑 所以女孩子要 矜持 要把自己看得贵重一些 对方才会看重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姑娘咱真的有点矫情 做事情 你总想在那鸡蛋里头 挑个骨头 觉得他对你这不好 那不好 所以你就觉得 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然后你跟他哥比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你跟前女友较较劲就算了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甭矫情 好不好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很多爱情生于激情 死于平淡 你们两个生于平淡 死于平淡 如果想要好好处 你还想跟他在一块 等一下转身就走 让他重新追你 他如果愿意追 说明他对你有感情 慢慢追 好好处 他如果不愿意追 你们俩也就到这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泽洋老师 来 吴琪老师 有时候是这样 你自己觉得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家都记着呢 关键时刻都得拿出来 都有罪状 一件一件的 这女姑娘嘛 抓着那个小事不放 这要什么你知道吗 这要本末倒置 问题是存在的 但不存在这些小事上 你们两个人叫 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没有建立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是什么 是你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 灵魂和生活互相的 契合和嵌辱 形成了一整套的 平时的生活的一套模式 这要亲密关系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 做好准备 也没有想要进入一段 亲密关系 他现在只是谈了个恋爱而已 这是你们现在的本质 所以他不对你负有责任 他根本就没有想 让感情这件事情 占用他那么多时间 占用他那么多生活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人究竟要不要 在我的心里面 也占那么重要的位置和地位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那个适合我 建立我想要的 那种亲密关系的人 你要考虑的是这些 而不是说 你今天必须来关系我 他必须不了 因为他不想要 不想要就是答案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严老师 爱一个人没有错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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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好呀 谢谢 staff 是 这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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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要是真心的爱我 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 你说的这些我以后肯定会改 这些该注意的 然后该有的界限我都会有的 就是我也希望你也能改一改 别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 如果你能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有 继续走下去的必要 因为我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对你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 我就是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是还是想继续跟你在一起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爸 请开门 是要追吗 好 谢谢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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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